聽得見我們嗎? 有嗎?我看看有沒有聲音 哈囉?喂?有嗎? 有耶 有耶 有人可以跟我們說說話嗎? 聽得見我們? 現在聲音是可以聽得到的嗎? 我來看一下 聽得到的可以留言 哈囉?喂?有嗎? 聽得到的可以說說話嗎? 可以留言 跟大家說一下如果現在 我是李鼎他是 李鼎導演我是張哲生 來我們看一下 你看到那個螢幕上面有寫你什麼? 有寫什麼? 有啊寫你的 懷舊達人 懷舊達人耶 真的是不得了 趁現在大家還沒有進來的時候 我們趕快先說一些好康的 就是說各位 應該講各位同學 如果你現在趕快看了這個直播 你就分享的話 那張哲生在這個結束之後 他會抽獎 會抽出來 不是我抽啦 好啦 反正就是 你現在趕快分享我們的直播影片 就有機會得到 爆時光精緻的這個老派紅包帶 然後接下來要過年的 真的是老派紅包帶 老派紅包帶 全新設計的 上面會有很多 喜歡懷舊的人會喜歡的老派 就是那種老廣告 老廣告上面設計紅包帶 哇那 那誰拿到這紅包帶 會好意 就是一定就不會把錢發出去了嘛 就自己留下來 那自己收藏也OK啦 對啊那你趕快要分享 你這張朋友也分享 而且他那個一代 你如果拿到的話 剛剛張哲生有跟 尖端出版社跟爆時光要求 張哲生說 一個人不能夠 只有拿到一個 就是得獎那個人 一個人 張哲生剛剛幫大家 拿到說要兩個 這樣子 如果你現在分享 可以拿到幾個 好包帶 答應了吧 對啊 可以拿到兩個 所以你可以自己一個 一個是自己收藏 拿一個包給你 你覺得最重要的人 這樣子 對對對 現在線上已經有五十幾個了 五十七個人了 好 不錯啊 比我平常直播的人多 不少 真的嗎 會比你平常的人直播多嗎 沒有我昨天 我昨天直播一個 那個 五百多人 我 你昨天 你這兩天比較 就是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受到 潮汐的影響 你好像 就一直有在唱歌 唱歌給女女兒聽 不是這兩天 一直都 一直都 為什麼你最近 這麼想要唱歌 沒有其實我在那個歡唱 我們有一個APP 叫歡唱上面 一直都有唱 然後 就覺得說 現在比較有人看了 就利用這個機會分享一下 以前比較沒有人看 你唱人家都不理你 這樣子 我 我跟你講 哲生可能今天我們第一次碰面 但是我要跟你講 我有一部電影的結尾 我有一次 一直都不想要怎麼做ending 那部電影 後來拿了很多的獎 叫做烏鴉燒 然後呢 是改編高一峰 作家高一峰的這個作品 然後他就是一個人 一個人在西門町過的 可是不知道最後該怎麼辦 他有很多奇幻的情節 是 就在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那天晚上 你的臉書跳出來一個影片 你知道是什麼影片嗎 像是大鬧西門町嗎 不是 那天你不知道突然很感激 就是很感動 你的那個影片是一個老導演 他在台北的早晨時間 我知道 白錦睿導演的那個 叫什麼 台北之城吧 你說說那個畫面裡面有什麼 對 裡面有 有一個炸油條的 對 對不對 然後也有 還有最早的松山機場 在那個時間開什麼 還有爆社 爆社在那個 在送爆的 然後送爆生在丟東西 然後張哲生就只是短短的 幾個文字 就是說 其實一天也就是這樣子開始的 然後這個導演就是紀錄了 在台北當時的 那一個清晨的那一刻 各種時刻的開始 從大概三點多到六點多的那個 那個時刻 很多人都還在睡覺的時候 沒錯 其實已經很多人都已經在運作 在開始在工作的 其實那影片蠻感動的 哲生你知道你最棒的是什麼嗎 因為可能別人只覺得 那是一個白導演的紀錄片 可是你很懂得抓到一個觀點 就是說 如果我們可以看這樣一天早晨 然後哲生也沒有用太多華麗的文字 他就是把所有的時間點是誰 然後都標示出來 你就會讓每一個人 自然而然看了你的東西 會變成是作家 會到以前那個狀況 然後我就用了 就突然有靈感 我就想 那就讓黃建偉在電影的結尾裡面 也來一個台北的清晨 然後我就用了那個直覺 就是讓他一個人走在西門町的那個清晨 直接 就一路到底走完 就是因為你那一天分享的影片 因為其實這樣子的畫面 你帶給每個觀眾 他可以帶進去 對啊 還有一個屬於他自己的清晨的台北的一個 沒錯 有一個體驗 很棒啊 很棒 這靈感你給我 你其實真的給我們這個演藝圈 還有很多人 很多靈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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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遇過有那個 就是好像是依依那部電影的美術指導 他有一天也是跟我聊的 他說因為看了我一些東西 然後對於他們的一些東西 物質是有影響的 其實那些畫面都給我很大的一個動力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我們做這些好像對這社會沒有什麼幫助 或是什麼 可是實際上其實有 你默默的有很多人會因為受到你的影響 他在工作上或者是說 可能就很簡單的一個生活上 他看到的東西他開心了 他一整天有活力了 沒錯 所以我後來就快開始會覺得說 不用 不一定說 我一定要有人在主動跟我講說 你給我什麼幫助 對 那我認為就是 我們就是繼續去做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那自然而然 你就會慢慢的會去 發揮你的影響力去影響 所以今天我們來開箱 就是來開箱 你這樣講神哥我的新書 繼續講下去 人都開始進來了 對對對 好 然後那個 欸 哲生你要不要先講一下 欸 我們的書啊 這個 我們先講一下這個書嗎 你先說你為什麼會被約到 你看你這樣就是 我覺得應該 這樣就是我比你小兩次 哈哈哈哈 然後叫你哥 哈哈哈哈 快不要這樣 快不要這樣 神哥千萬不要這樣 其實這就是我們 我們出生的年次嘛 好 這是我們出生的年份 欸 我問你 你是幾月的時候被邀約了 好 蠻早的 應該去年就有談到這樣的事情了吧 確切是幾月我也不太清楚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很喜歡報時光的東西 然後幾月啊 你們是幾月的時候邀的 對 我跟你講喔 我告訴你 我覺得 我跟你講 你什麼時候 三月嗎 四月 五月 六月 出這個書齁 我覺得完全就是 只是大家來榮耀張哲生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從1960到1975 誰能講得過張哲生啊 然後呢 然後我一開始接到這個邀約的時候 我問你 你接到邀約的時候 是叫你什麼時候 就是你有多少時間可以接稿 其實很短 很短 多久 可能對我來講是還算蠻短的啦 應該有三個月吧 三個月嗎 對對對 三個月很正常啊 身為一個作家 身為一個作家 三個月 所以導演是快手 這OK 你知道我是怎麼樣 那個什麼的嗎 收到這本書的那個邀約嗎 我收到的時候 就一找我就醒來 就看到一個聯合報寫一封信給我 就說 我們正在找一個1970的作家 我就想說 詐騙集團真的是太厲害了 想說為什麼不打電話給你 就是說現在居然開場辦會是 又找一個1970的 是 就是連你的年份都知道 你想聯合報要找你 幹嘛不直接打電話 對 幹嘛要有這一套 然後就發現 不對 他好像還真的是有一些什麼的 然後就 就來了兩張照片 然後接著我就打電話給對方 然後 你知道對方跟我說第一件事 說 導演謝謝你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們寫作的時間只有一個月 你看你有三個月 不是一個月 那各位知道為什麼一個月跟三個月的差別嗎 我相信聯合報跟尖端出版社 他們在選從1960到1975的作家 到底要選哪一個人 哪一個人去做這一年的 好 你看 從 他是三個月前就知道 所以他們出這本書 第一時間就想到 張哲深你是最適合來出這本書的 沒有可能是 我知道了最後 可能是找不到導演 最後一個月 然後呢 才來問說 呃 呃 李玲玲玲玲是不是可以 然後最妙的是 我相信現在線上有一些那個 暴時光 UD跟Hi的那種 那個叫什麼 忠實粉絲 然後我還查了一下 我就想說 這邊會不會是詐騙 我就真的去查那個臉書 你知道我看到什麼嗎 就說 請大家告訴我們 有沒有人建議啊 哪一個作家是1970的 然後大家就 大家就會說啊 我是1969的可以 就每個人都自我推薦 但是就是沒有半個人想到 1970的作家有 Leading 然後在這個書 快要一個月之前的時候 我接到這個電話 你覺得他們為什麼 沒有想到是 因為你都沒有告訴大家 你是1970啊 像我的我的FB上面 就很明顯寫 第一句話就是我是1972年生 你的個人說明 會寫說你是1970年生 我覺得張哲生 是沒有社會化過的人 我覺得你的答案 並不是標準答案 那你覺得應該是什麼 你應該說 因為你看起來 不像1970的啊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說 天啊 你怎麼會是1970的 好 再來一次 你覺得為什麼 他們沒有第一時間想到我 因為 你還是講不出來 不是 不是 我還是要想一下 我想 是因為你看起來 不像是59年次的 真的 哦 真的 對對對 好啦 那不是 對 我們現在要講的是 他其實就是有一些遊戲規則 所以他非要 在這個15年 他一定是要作家 因為他 然後也要出過書 所以哲生就是一個 已經出過書的作家 還好有出過書 對 然後呢 而且我接到電話 我就第一個就問說 那張哲生有 有負責的 我覺得應該是他最適合吧 那他就說張哲生是1972年的 我就想 哇 你怎麼 這麼有才華 因為我覺得 會理解這麼多事情的人 應該要更老對不對 應該要更老對不對 應該要60歲以上 對啊 沒有人問過你這件事嗎 因為我上面是 我晚報嘛 晚報戶頭 我大概 二十年後才爆戶頭 哈哈哈哈 這樣子再繼續踩下去 直播人好像越來越少 哈哈哈哈 不是 你說說看 你當時被邀約的心情是怎樣 當時其實邀約我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其實一直都有網友 在問我說 什麼時候要出一本 講老照片的書 因為我在網路上 分享老照片 十幾年 但是這裡面很大問題是 我們這照片有沒有版權 最近在網路上分享跟出版是兩回事 對 所以當報時光來找我的時候 我非常開心 因為他們就擁有這些版權的新聞照片 我就不用去擔心說照片的版權 所以我只要發揮我擅長的說故事的 講出我對這些照片的感覺 那而且也可以讓我對很多網友的期待 有一個交代 那你一開始看到這些照片 你會說這個不適合 或是這個 就是說你的 不會不會 他給你看的時候你有拿到 你看到照片有很驚訝嗎 我不會驚訝 因為老實講 因為我看 我一直在看老照片 我一年不知道看到 多少照片 但是呢 我看到的很多照片 其實是沒有看過的 你的這本裡面 就有很多沒有看過 對 因為其實老照片很多 你都還有講說沒有看過 那是真的就很厲害 對 裡面的地點我是熟悉的 但是我沒有看過的是 他在1972年的模樣 其實這個是一個重點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重點 因為我們可能熟悉很多地方 可是我們從有記憶以來 你絕對不可能熟悉 你出生那一年份的那個時代的樣子 可是你知道 我們那個年代的變化是很大的 那個時候是一個社會變動很大 可能時時刻刻都有高樓大廈要出來 你說我們成長的那個年代 那個民國六十年代的那個時候 我們要進步就是先把一個門拆掉 然後那個時候 那時候電視台都才冒出來而已 一個一個冒出來 對 然後各種的娛樂產業 然後整個的產業 從農業社會變到工業社會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所在的地方 可能不久這個房子就不見了 要冒出新的這些來 所以那個時候我看到這些老照片 我會想說 例如說我剛才講西門町的 我小時候印象的時候不是這個樣子 哪一個 裡面有啊有啊 就是他給你 你就是造成你一定要寫 例如說這個 這個是叫做西門超級市場 然後他大概在現在 這個上面寫的是義美 西門超級市場 對 他的地點 我不曉得導演是不是知道 有一個叫西門戲院 我知道 然後這現在 現在中華路上有一個什麼 紅刊什麼的地方 你能擋到你的臉 我擋到我的臉OK啦 你們先擋我的臉 然後這個照片呢 就是那個時候 其實它是發生一個新聞事件 是有人放什麼炸彈在這個 天啊 對對對 在這個 你出生那年就已經有流行人 放炸彈 這其實是 我記得在張作霖的那個時候 就有了 張作霖 就是軍北伐的時候 進行流行 放炸彈炸火車的 好 那個不是張整身一起講歷史的事情 好 所以這個讓我很感動的是 因為我本來就有研究過說 那個地方曾經有一個西門超級市場 可是我從來沒看過它的模樣 對 所以我看到這照片我好感動 你在旁邊還有藍寶啊 白藍啊 都是那個時候很有名的老產品的 對 白藍洗衣服 原來他英文叫做Simon 是吧 他是有英文名字的 不是不是那個 不是Western Door 對對對 不是Western Gate什麼 他就叫做Simon 對 所以 所以其實就是 Simon田不辣那個Simon 所以我其實是蠻感動的 因為 他一直都是像一個傳說中的一個地方 即使老一輩知道這個地方 他也沒有照片可以給你看 所以你 現在知道你光是這一張 你衝著這一張 你就覺得說 我我我 我衝著爆 他是一次把三次張都給你看嗎 我衝著爆時光三個字 我就答應了 真的真的 你再說一次 我說我衝著爆時光這三個字 我就答應 因為我知道 他們有非常多老照片 因為我一直以來 都在看他們分享的老照片 太虛華了 居然可以講得出這樣 你剛剛不是說 我沒有社會話嗎 可是我要證明一下 我們還是有 然後例如說 像這個 這個是新公園的這個舞台 對 這個是還沒有改建過的 沒有知道你我來拿 沒關係 還沒有改建過的 一個像海螺的樣子的那個舞台 你後來看到也是海螺的舞台嗎 小時候曾經有過 對 可是後來又改建過 然後包括前面這些椅子 都一直有在更迭 可是即使有同樣的舞台 上面的人的模樣 那種神態那些 都是呈現出那個年代的樣子 嗯嗯 對 然後這一次你知道 那個爆時光找我們 要做這個年紀的這一部分 我覺得最感動的是 他早出生在那一年的作者 來寫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 你覺得為什麼特別 因為我覺得你說要找人 來寫一些有關歷史的東西 他其實都 你說隨時要來找我寫什麼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可是我覺得他這次很用心 就是他每一本 都是早那個年出生的 可是這個年份 對於那個人來講 一定有很大的意義 就是我們經過這麼多年 我們出生那個年份 可能永遠都是我們心裡面 印象最深刻的那個年份 但是呢 在那個年份 我們所看到的影像 確實很少的 我覺得有一件事 張哲聖是最得意 他接這本書 他知道一個真相 他是最得意的 什麼真相 你的生日 居然跟國父紀念館 誕生是同一天 其實我很想就知道 而且我的生日還是 然後你這本書過來的時候 照片的時候 居然也有國父紀念館誕生 我以前在讀歷史的時候 讀社會的時候 你知道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的實施日 就是1972年5月16 然後後來我又在看這個 這個社會的時候發現 國父紀念館 這個啟用日子 也是1972年5月16 其實那個時候 所以你還看到跟他 你看他跟你同一年出生 然後那張照片 國父的兒子 孫柯自摺身 然後 所以你知道嗎 在東吳大學裡面 有個摺身樓啊 就是紀念那個 國父的兒子孫柯的 所以呢 對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們都會覺得 這個冥冥中可能是 有一個安排 那我們回到這本書 所以當時 包時光給我看那30張照片裡面 居然有國父紀念館的 落成啟用的日子 這等於是 這本書上面 雖然沒有你出生的那張照片 但是有國父紀念館 對 國父紀念館那一天出生的時候照片 所以我特別感動 因為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天 對 只是我是躺在醫院裡面 爆時光你們是故意的嗎 你們也不知道嗎 他們不知道啊 你們是真的都不知道嗎 他們只是挑 他們覺得那一年 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那國父紀念館在61年 那一年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啟用的時間 張哲生 你知道嗎 你翻到那張照片 國父紀念館嘛 對 這邊 各位觀眾 這張照片在48年前拍下之後 就等著今天來開箱 跟張哲生 跟全球的觀眾朋友碰面 就是他第一次在這個世界上 掌聲哪一個 被看見的樣子 如果我那個簽書會簽名 我希望我要你簽在這一頁給我 對 簽在這一片屬於你的天空 你是在這一天這個時間 出生 然後這個也被拍下來 真的是太令人感動了 那你要不要問問我的 我覺得你裡面應該也有 那一年誕生的東西吧 我啊 我跟你講 有吧 我比較 我比較是那個什麼 我一開始的時候啊 他們是寄給我一張中山北路的嘛 那因為 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的中山北路的照片 我幫你 我跟你講 因為我自己是 就是我們 我們自己是做拍片的 對 那一般來講呢 我們都知道所有的那個 我歡迎啊 好謝謝 其實你知道記者大哥每次都很辛苦 尤其是攝影記者大哥 他變成要搶新聞要弄什麼時候 而且今天照片回去之後 今天那個照片的那個報社的編輯到底要不要登 其實很重要 然後你看這張這張照片啊 這張中山北路的照片 你看那時候我們並沒有所謂的空拍機 是 就是我考你 所以 你覺得這個攝影師是爬到哪一層樓 上面才能拍下到這一張 樓頂啊 就是 這個位置的話 這是美額連嗎 美額連嗎 然後第一銀行在這邊嘛 對不對 嗯 你覺得他是爬到現在哪一個樓的位置 我覺得他是從 有沒有觀眾朋友知道 我覺得他是從國賓大飯店 然後用長鏡頭拍的 國賓 他爬到國賓大飯店的頂樓 也不用頂樓 國賓大飯店的窗戶出去就可以了 我覺得還不行 因為可能沒有那麼廣 如果再近一點 可能再近一點的話 你記得那時候那邊可能有一個 國際牌還是什麼的 那個什麼 什麼大的那個廣告 招牌廣告 對 他應該是 欸我看到旁邊這個 他應該是在旁邊的這樣子 就是在這個樓 然後這個旁邊的 樓頂的 好各位你知道嗎 要拍下目前這樣的車流 目前這樣的車流 然後又是在中山北路 以前中山北路是不是 是蔣家的一條專用道路 因為他從士林官邸到總統府上班 都會經過 對 所以在這整條中山北路上 你看不到天橋只有地下道 沒錯 然後找 對你的書裡面有講 對對對 然後這個就是這個攝影記者 如果我估算的沒有錯的話 他是在報社結稿之前 就是報社大概是傍晚要結稿 所有招片要回去洗 他在傍晚之前 車流比較 車流也最多的時候 對對對 這個記者不顧一切的 爬到這個樓的樓頂 按下了這個快門 才會有這麼多車 才會有這樣的 這個畫面出現 所以我自己做一個了 我一看我就想說 這有什麼新聞嗎 這是什麼新聞 這為什麼要讓這個記者 爬到這樣子 對不對 我們這輸後輩都會有 他只是 他自己覺得的 並不是什麼重大新聞 像你那個還是有點丟炸彈 這個只是一個街景 對 就是可能下班時間的 這個車流量 張哲生你知道 你剛剛那張照片 送回那個主編的時候 是有rating的 可是剛剛我這張照片 純粹只是一個熱血 才可能讓這個編輯 會去把它登出來 沒有 有可能沒登出來 也有可能沒登出來 怎麼會 這些照片全部都是登出過了嗎 沒有不一定 因為在那個年代 其實記者出去都會拍很多照片 但是實際上 我們那個年代報紙 你記得以前我們 可能一個版面就一張照片 也可能全部都是文字 沒有照片 所以不可能每一則新聞 都會有照片 那像這樣的照片 我基本上可能就會犧牲 因為就像導演說 他沒有什麼特別的畫面 我快哭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如果我們今天不選出來 他可能永遠都不會 在那邊看到 所以其實這是我很感動的一點 就是這些記者 他在四十多年前 五十年前所拍下的照片 因為我們今天 天啊 出版社選中了他 然後透過我們的文字 他的作品被人看到 因為我們也是創作的人 我們可以想像 我們的作品 假設在半世紀後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 人家要選 要出了一個出版 半個世紀 對 然後你的東西 才有可能被世人看到 不然永遠就是 可能就是鎖在報社的抽屜裡面 的一卷底片 一格底片 而且說真的 一個記者每天要跑 很多的新聞 是 他要趕那個 rating 都來不及了 然後他還是要去拍了這個 對 其實那個時候 有很多社會世界 像 我之前在 國家文化資料庫裡面 有看多很多報社 他們的一些老照片 他可能一個世界 他可能就拍一整卷底片 就是今天可能就只是發生一個 開幕的什麼的 那些東西可能一張都不會 被用到報紙上 但是我們可以去想像 如果我是那個記者 我不會去考量 我今天所拍下的照片 會不會被登出來 我會覺得我要運用 我的能力 這是我的工作 我要記錄一下這一刻 我所看到的東西 這是我的職責 對 對吧 我們拍 像導演拍電影也是 當然希望有人看 但是最主要還是 這些影像 其實一部電影 你沒有剪出來的 你剪出來的多 對 其實剛剛導演講到這個 我想到我看到你這本書的 第一張照片 我就覺得 因為剛剛 導演 導演的角度就是 跟我們一般 老百姓的角度 你哪是老百姓 你自己也不是影視的人 就像剛剛你在談那張 中山北路的照片 你現在是要講我的書 對 對 這是導演的書 像這一張是 那個 雲賢 烏來的嵐車 對 那導演進了全台灣 全台灣第一個舉行高空婚禮 高空婚禮 高空婚禮 然後觀光局 觀光局的局長 還親自主持這場婚禮 是啊 然後導演在書中 他提到說 他第一個就是想 這個攝影師 站在什麼地方拍 對吧 他用什麼樣的一個 心情還是角度什麼 去捕捉這個畫面 而且那個是 而且我跟你保證 這則新聞如果觀光局長 來台下應該 不是只有一個攝影機 對 至少是所有的 一堆的 而且那時候 要擠在那裡 那時候不像我們現在手機 你說 拍了我馬上看 對 拍了就馬上看 對啊 他還要回去洗出來 而且洗出來不是說不行 我再回去拍 沒錯 這些人事物都是 在片刻在剎那間 發生 而且那個高度 我後來有去查 你知道這個高度 是比101還高 就是這個藍車 它的海拔 所以這個攝影記者 要蹲多低 或者是喬到這個角度 那稍微一步好 哇 那記者跳下去 然後其實像這樣的老照片 我覺得有時候 很感動的是 它有的不是說 它已經不在 像雲仙這個 藍車到現在都還在運作 雲仙樂園的藍車 都還在運作 對 我就有去年 我以為是已經換了 那個貓空的藍車 就沒有 然後這台還在 但是就是變得 比較沒有人去 說不定 所以這台2號的 還是沒有 對 可能還是同一台 對 天哪 所以有時候 會再看這些東西 就會說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他可能已經 沒落的一面 但是他也 在辦事事事前 他也有他風光的 不然 這對新人不會去挑 這個地方 來舉行他的婚禮 一定是 這個是在當時是一個 非常 受到矚目的一個地點 對 所以 你知道我 我最忌妒的就是 張哲生1972年的 這張照片 其中一張 哪裡啊 你的那張中華的照片 我的照片嗎 我沒有照片在裡面 有啊 我覺得國父紀念館 那樣最後一個人代表你 好好好 所以我每次到國父紀念館 去的時候 都有一種很特別的感應 我相信 就覺得整個頭頂 就開始熱起來了 就像我當那個 故宮伯爵 每次看到前面有一顆 頂在那裡的時候 對 一進去的 一進去的那個 入口那一口頂 有一個頂 對 搞不好後面還寫個禮字 其實 沒有啊 你不要社會話那麼多 好好好 你先告訴我哪一張 我最喜歡 我最喜歡的你昨天有po 我分享的那個 報時光的那一張 你分享報時光那一張 就是那個 中華商場 那個真的對我來講很震撼 而且你知道震撼的是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 每個招牌 我還看到另外一個網友 每個招牌一個一個 是什麼都把它寫出來 這邊 因為我的文章裡面 都有寫出來 那就是我寫的 因為其實我在講 這一張照片的時候 對 我覺得 我好像不太需要 用太多的文字去形容它 所以我當下 其實我裡面有過半的篇幅 就是把照片 一個一個寫下來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因為 以後這張照片 透過這個文字 被分享到網路上的時候 這些店家同時 會在文字搜尋的時候 被記錄下來 你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我光是照片的時候 人家不曉得照片的內容 可是這些店家 因為我今天寫的這些文字 他可能在網路上的一些 事業啊 或是什麼 有人看著 分享我圖片的內容的時候 他又活過來了 他又重新出現在歷史上 我整個聽的雞皮疙瘩 大家都起來了 例如說這個什麼 俄眉仙人命相館 對 然後點心之家 他可能曾經存在 在我們很多人的印象裡 可是你都不會在網路上 去提到他 然後我覺得我們這本書 還不錯的就是 在最後面 對 他還是有把當年的 新聞事件 為什麼記者會拍 然後在什麼時間拍 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講的時候 我們其實不是在做圖說 我覺得 就是我們基本上還是說 我們在看到這個照片的時候 會讓我們想起什麼事情 你覺得寫這本書 就讓你想起什麼 我覺得就是 因為它是1972 我會想起 我童年的那段時光 的這個社會的 或是說我身邊的一些人 對 你比方說 例如說 會不會有寫不下去的時候 這一張 這一張也很棒 這一張我告訴你 我那個時候 在這張照片裡面 因為這個照片 你在照片裡面 對 這裡面那個婦幼啊 在台北市康定路 跟內將街的婦幼 我就在這邊出神的 就是我媽就在這裡面 審我的 所以比剛剛那個 國父信念館更 更接近 會太嫉妒嗎 我不只有國父信念館 那你這寫的時候 到底 這不是就是一個 這三個月應該是一個很 要有很大的心理調適 會有很多回憶 會很多感動 以前 因為以前寫 你不用代表你那一年 對 你這次寫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那時候在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 我一開始沒有覺得 就是一個街景 其實圖縮也沒有告訴你是哪個地方 對 沒錯 可是這就是我擅長的地方 我可以從照片去找出 它的地點在哪裡 所以我看到這些照片 我就開始去找 結果我就 因為其實這些店幾乎都不在了 然後我就覺得很熟悉的建築物 其實這個離我家非常近 走路30秒就到的地方 你說離你現在 離我現在住的地方 所以呢 我後來就發現說 我幫你拿 它其實就是我出生的那個醫院 就在這裡面 就在這個地方 而這個照片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拍的 所以它是跟我就非常近 這個都是我在做這一本的時候的一個 嗯 就跟我以往也分享很多台北島的照片 對 但是跟我可能都不會有什麼 很切身的關係 然後我說 為什麼我很感動 因為我 或許知道這個地方 也可能每天會經過 但是我沒有看過 我出生那一年的 那一年的瞬間 這個地方的樣子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看到它 就彷彿看到我在這個裡面 然後我也會想到 那時候我們家人 我爺爺奶奶還在 然後他們會跟我講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懷舊的魅力 懷舊的感動 有時候不是在這一張 這個東西就像一台時光機 對 它說是一個 通往過去的一把鑰匙 它給了你 可是那把鑰匙 不會讓你感動 感動的是你打開門之後 看到的那個景象 那個景象就在你腦子裡 你可能你會回想過去 你跟家人在一起的那個時光 所以每一個人 看到這張照片 他都可能會有不同的感動 我覺得這是懷舊最大的魅力 它不像說 我們現在一個新的劇集片 你可能 每個人看到就是 這個畫面要告訴你什麼 可是一張老照片 等一下 小金說錯話得罪人喔 嗯 我是說 所以現在 所以我覺得這種老照片 跟新照片的差別 新的藝術創作 我想問你 嗯 你會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就是 會不是說 那張哲生會不會 老師都是活在過去 有 有人會這樣講 你知道有人還會 就說你是不是要 有人還會來罵我 你是不是要走出來 有人還會罵我啦 他說 他說 你為什麼不會往前看呢 你為什麼都好像 一直要留在過去 可是其實 他是來臉書上 對臉書上就發訊息給我這樣 私訊 私訊 那也有人公開留言也會 那我覺得說 那第一個 你不喜歡老照片就不要來看 然後你來看 你還要罵說 你為什麼分享老照片 就很像你走進一家牛肉麵店說 我最討厭吃牛肉了 你們幹嘛賣牛肉麵 就是會有這種人 但是我想要講的是說 你真的耶 我怎麼沒有想過這一點 我想要說 懷舊跟展望未來 你幹嘛來我這邊罵 我這邊本來就是老照片 我又不是百貨公司 然後他來 他來我這邊罵 他來我這邊罵說 你們怎麼都沒有一些 罵得好 沒有一些未來的東西 我就會告訴他說 展望未來跟懷舊 是可以並存的 展望未來跟懷舊 是可以並存的 對 而且懷舊有一個很大的作用 它讓你有好心情 你可能今天可能很玉卒的時候 你看了一些老照片 你心情好了 你可能讓你想到一些 美好的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有更積極的動力 去做你現在要做的事 等於說你開創你的未來 所以對我來講 懷舊是一個 你展望未來的一個 很大的動力來源 你不要把懷舊 感覺好 你這個人就是固步之鋒 或是你是一個沉溺在過去 不思進取的人 那個是兩回事 我們可以常常喜歡 看一些老東西 喜歡去回想過去美好的事情 可是我們同時也在做事情啊 我今天在網路上去分享的東西 我就是 其實我就是在製造 給大家一些歡樂 一些感動希望 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展望未來 那你有沒有覺得 有些人是真的 就一直在裡面出不來 也會有啦 那你會有什麼建議 要看醫生吧 看心理醫生 不是 你今天罵了兩個邏輯 應該是 如果你 不是走不出來 真的我們 就是要去看醫生 因為我們不是 心理醫生 因為有時候走不出來 不是懷舊的問題啦 那 對 所以 也不能把這歸咎於是懷舊啊 對不對 不能說看包死光的人 都是走不出來的 不是這個意思 我認為就是說 嗯 尤其當我們年紀 到了一個地步的時候 怎麼樣知道一個地步 就是說你會開始 好誇張欸 你會懷舊啊 你現在面對一個1970的人 說年紀到一個地步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們開始會 人家會覺得 你可以來講懷舊的事情的時候 你 你知道為什麼這次書 只出到1975嗎 為什麼 再下去的人 就太年輕了 我猜的啦 1976 他們覺得就太年輕了 所以可能再過幾年 他再出後面的 因為那些人就開始慢慢老了 你現在跟他講說 一個30歲的人說 先生 你要想起來寫一些懷舊的東西 他會說 我看起來有這麼老嗎 我反對 我不正常這樣 我以前 我以前 反對無效 不是我覺得 我寫完 這本之後 我覺得我有變 變年輕嗎 心態上有變很年輕 對啦 當然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覺得 其實你每天照鏡子 你都會覺得說 今天好像自己 有老一點 體脂肪多了一點 體重沒有回來 或是有點憔悴 或者是 因為我們拍片嘛 你看藝人每天 要上裝職的樣子 其實你自己也會那個 然後可是 當你看 當你寫這本書的時候 你好像跟過去的 很多事情重逢 因為那一年 你是絕對不會相遇的 對 所以 其實我 我稍微再解釋一下 並不是說 要老才能夠寫 而是你的人生 要經歷過很多事情 那通常 對 就是那個重點 通常你要經歷過的事情 會跟你的年紀 會成一個正比啦 除非你這個人 都是被 關在監獄30年 那當然你沒經歷過很多 所以呢 我們當然 看一張老照片的時候 再加上你的人生 有歷戀之後 我相信你一歲的時候 看到這張照片 跟你50歲 看到這張照片 是絕對不一樣 就像我 因為一歲的時候 看就是理所當然 我每10年看一次 天龍八部 你就講了我的意思 就是說 其實我要是在30歲的時候 看這個 當然我也知道它是老照片 但是你的角度就不一樣了 但是你30歲的時候 30歲看跟50歲的今天來看 同樣這張照片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就會知道是不一樣 那 其實我覺得人的心態 就是變老的時候 就是你一直見面 覺得是衰退 可是如果你有一個時間點 可以檢視你過去做的 所有事情 然後搞不好所有今天 現在所有發生的 這一切的事情 都是之前做的 有所呼應的 你就會頓時忽然開 你想說 好在我活了那麼久 好在我真的有去 經歷那些事情 好在我可以這樣做 所以其實我要 特別再說一次 雖然我已經講了很多 我很謝謝包時光 給我這個機會 來寫這個東西 因為這些照片 對我來講 就算我今天不寫 他給我看這30張照片 我都很謝謝他 因為這裡面有很多 就是我出生那一年的 台北的樣貌 你真的是一個很好人 你說只要他給你看這30張 你都會謝謝他 對 然後今天我寫這些東西 變成我還有機會 再跟更多人分享 我心中對於這些照片的感動 所以每次網友們 也把他家裡的東西 拍給你 分享給你的時候 我都是非常激動 我都是精純感激 真的 然後當然很感動 然後當然網友也會跟我說 因為透過我的分享 他覺得他的這些東西 更有價值 其實我從小我有一個觀念 就是 你說他因為給了你 對 然後他 然後你拍了之後 或者是 你找到一個角度去看 然後我因為 他可能給我一張 他爺爺的獎狀 然後他爺爺可能在日本時代 得到了一個小學校的獎狀 然後我幫他 找出了這個學校的歷史 然後講了很多以後 然後他了解說 原來我爺爺讀了學 現在有這段歷史 然後他可能因此 對他爺爺有更多的敬佩 對 或者是說我更了解我爺爺的童年 這個東西是 他平常就剛剛看到這段角度 他不會有這麼多想法 而且他也可能覺得 我爺爺因為 哲生你 哲生跟你的介紹 對 讓大家更多人知道他的存在 我覺得就是 你知道嗎 我來今天 我就先跟那個出版社說 我不行 我一定要先看一下張哲生的 我才敢 才敢跟大家一起同台 然後我就因為這樣 我也看了其他的 是 我覺得其他的 每一個作家 在面對這個東西 在寫的時候 有一個 真的 這方面真的好棒 每一個人 這個設計真的是 超讚的 就像大家都講 因為每個都是有寫過 有出版過經驗的 但是當他自己要寫 他那一年的 對 然後 你也不能杜撰你知道嗎 對 會有很大的那個省思 而且我覺得不小心 都會把自己的秘密寫出來 就是 原本我們在寫東西 不管像導演寫劇本 還是我可能我是創作一些 小說的東西 我都可以虛擬 都可以什麼 可是當你要寫一個 你出生年份的時候 你會不自覺的 全部都是土石的 或是甚至會把你覺得 在那個年份 就是跟你有關的一些事情 你會覺得 我不需要去隱瞞什麼 我應該來問一下 報時光 哪一個作家寫的秘密最多 你說透露秘密嗎 丙哥啊 就你啦 因為我們都 只有我嗎 那第二名是誰 第二個寫很多秘密出來 楊翠老師嗎 算是 OK 楊翠老師 那那個陳先生呢 我們這次這個企劃大魔頭 他用一種寫小說的第三者 第三者 我們應該call in那個陳先生 就是 高雄陳先生 高雄陳先生 你為什麼會想出這個企劃 就是你這根本就是折磨人 你看 你把張哲生弄到說 你這三張照片拿到我的面前來 我都要說謝謝你 然後 你講我的秘密 你知道我就是 遇到什麼 就是我也一樣 就是說 我要看了那個三十張照片 我才那個 對 我要講到 我看到你的照片裡面 我最感動的那一個 你知道我 對 今日公司的那一個 對了 如果各位網友 現在在收看直播的網友 如果你有 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們的 不管是關於我們個人 還是關於這個年紀這個書 對 你就可以在留言的地方 立刻發問 然後我們 留言的人 我們折稱也送紅包帶好了 好不好 好好好 OK 那個出版社說好 不是 留言的人就有機會得到 但是你留言的問題 我們待會就會一一為你解答 好 然後我要講一下 這個 我說 因為這張照片我以前就看過了 就是今日公司 你還有去這個角度拍 對 我還有去拍 對照 他就是這個 你還站在那個雨傘店的前面拍 對對對 你每次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我都會被你出動 因為我自己知道 他跟我有什麼關係 然後這個是今日百貨 就是在西門町 鵝眉街跟昆明街口的 然後這裡面有這個今日小姐 那時候我看到這張照片 我跟報時光說 這個 我很感動 因為 他們其實都是在今日裡面服務的 那個年代 在今日裡面服務的小姐 然後當時也是 而且那時候還沒有選 中國人小姐的時候 最厲害的是選 今日小姐 今日小姐 然後服務最好的 而且很奸詐 你知道他們是怎麼投選票的嗎 就是你要憑 買東西的發票 對對對 買東西的發票 所以你就會跟這個小姐 買了發票 然後再投給她 所以也可以是很棒的 促銷活動 有時候我們可以發現 那個年代 我很喜歡那個年代 感覺是還滿純樸的 而且很 互相 互相 就是用台語獎 就是很豪雄這樣子 對 就是現在這個年代 你這樣子 我就不投了 我就不去 你還要來 我投個票還要叫我先消費 而且 那後來我看了 你的書才發現 這裡面有你的親人在裡面 對應該是說 就是曾經 曾經他有 就是這裡面跟你的家族的 有一些關係 建立公司 對 所以我說像這樣子的東西 我們在寫這個書的時候 不只是說 我們在幫報時光 介紹他這些老照片 其實我們也在回顧 我們的人生 沒錯 我們過去這 四五十年來 五六十年來的 這一段人生裡面 跟這些照片有沒有說過什麼交集 或是他觸發了 讓我們想要什麼東西 那我們就是 那年輕人有看的理由嗎 有 當然有啊 你知道我 像我自己的粉專 我都常常在懷舊 其實我裡面有很多年輕人 有很多大學生也有 你就從你的後來看到 他們會自己跟我說 男生都看女生多 我後來是男生多 大概六比四 男生 男生 男生會看我的粉專的人比較多 可能是跟男生會上網的人口比較多 然後他們會說 他來看主要是想了解他爸媽的 小時候的台灣是什麼樣子的 他爸媽 所以是一個 就是比較偏是 男生比較多 然後還不是女生喔 是男生想要知道 想要了解自己爸媽的小時候 或是甚至是爺爺奶奶 他可能是爺爺奶奶 如果小時候是日本世代 你覺得那是什麼樣的心態 是想他是覺得 他想要知道他爸媽是怎麼成長 然後怎麼樣做好一個現在的爸媽 我覺得不是 可是你們說是二十幾歲的男孩子 對 可能他就是 有的甚至在讀大學而已 我認為應該是說 他可能常常 他的爸媽會跟他講說 你現在應該是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可是他沒有辦法去對他爸媽說 你以前可能是什麼樣 你以前我 他想要去了解他爸媽 是從什麼樣的環境成長 才會現在對他有這樣的期許 因為這個一定會 他爸媽的小時候 一定是對他的爸媽的人生關係 有造成去刑訴他爸媽的人生關係 進而來影響到他 所以他覺得 如果今天要去了解 這整個世界的源頭 他就要想去了解 到底他爸媽的那個 年輕的時候 什麼樣的一個樣貌 他或許就更能夠釋懷說 為什麼我爸媽會這樣講 就像我小時候 我覺得好像已經不釋懷了 他就是想要更 一定就是很愛他的爸媽 可是變成說 我不知道怎麼愛 甚至覺得爸媽 對 如果你看爸媽是這個年齡 就跟我們差不多 我們也知道 其實我們的同學 是比小孩子還更小孩子 只是因為他做了爸爸跟媽媽 所以他就好一副爸媽的樣子 然後他有的人會介紹 這東西給他爸媽看 因為他爸媽可能不曉得 就是做溝通的出來 對他爸媽 就像說今天 可能我們鏡頭前面 我們直播前面 有很多是年輕人 就是說如果1970是你爸爸的話 就像我這樣 一定是跟你爸爸 哇天哪 有可能嘛 我們早一點生小孩子 都已經要再生小孩了 所以有可能你的爸媽 就是這個年代的 對 然後或是你爸媽的 學生時代也是這個年代的 對 我認為你都應該 推薦給你爸媽 來看這個書 因為他們不是不喜歡 而是他們不曉得 有這樣子的書的存在 因為現在上網的年輕人 比較多嘛 對 所以我認為 這也是一個很好 就是說 你可以跟你爸媽 在溝通上 有一些交集的地方 可以一起看 對呀 一起看這裡面的照片 我相信 可能你爸媽 還有更多的故事 比我們所講的東西 還有更多的故事 可以告訴你 對不對 真的 他們問我們說 可以在哪裡買到這本書 然後 今天是12月17號 對 我們12點 再過幾個小時 再過兩個多小時 兩個多小時 就是才 100多分鐘之後 130分鐘之後 12點整 有上網 12點整 對 然後就可以在 博客來 對博客來 或是你打張哲生 的名字 就會跑出來 或是報時光的名字 你也可以打我的名字 離頂 就會跑出來 然後我們這上面 都會有詳細的 在哪裡買的 那如果是香港的朋友 香港 或者是加拿大 海外 新加坡 馬來西亞的朋友 如果實體書店 像香港有個城邦的 他們在香港 也有實體書店可以買 會比較慢一點點 對 會比較慢 那如果是網路書店 現在台灣網路書店 很多網路書店 都已經有海外寄送的 對 你可能再去看看 他的運費是怎麼算 那有的是可以 有的是直接送到你家 那運費可能會比較高 好 那像有的他會送到 當地的便利商店 他們有合作的 好 像那個博客來 我記得有送到7-11 好 我記得說 香港的7-11 所以比方說 你現在是在 在美國 但是你現在知道這本書 你看了這本書 你很想送給台灣的爸爸媽媽媽 因為你今年的春節 你不能回來 對 你就可以在上面買 但是你很想跟他說 我懂你那一年 或者是 這是我長大的那一年 然後你可以去 哪家7-11 拿這本書 也可以 好感人喔 這其實已經可以拍成一部片 我 搞了半天不是台灣的讀者買 是在海外的讀者 都買了送給他媽媽 像我有一個同學啊 他在美國啊 他常常都是拍了 他跟他小孩的生活照 然後拿去那個 在我們便利商店 不是有那種可以 你把照片先傳到網路 然後去便利商店 有個機器可以列印 對 他就把那個取件編號 寄給他爸媽 然後他爸媽 就拿那取件編號 去便利商店輸了 然後大家要去付錢嘛 天啊 這是一個很好的廣告 然後印出來 就是他的兒子 跟他的孫子的生活照片 那個感動會比 他直接寄數位相片 給他來的感動 真的 對 我問你啊 你會期盼這個東西 有簽書會嗎 因為剛剛那個 其實我很期待 因為我很想當面跟 讀者朋友說謝謝 那你會不會怕沒有人來 或人很少 其實我從來都不怕這些事情 其實今天只有一個人來 我認為我都很開心 張哲生剛剛跟我說 他有一次做直播 到最後只剩下兩個人了 對 一個人是我嘛 對 然後我就跟他 我就跟他講話 我還曾經直播到沒有人 就剩我一個人 自己在快 那你那時候是怎麼樣 覺得要把他講完 因為我的直播在紀錄 在紀錄 我在做紀錄 其實直播是附帶的 對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其實透過直播的方式 在紀錄街景 還在紀錄現在這個 所以我在意的 倒不是現在在線上 有多少人觀看 當然很多人看 我們會覺得很開心 而是這個東西 又被保留下來 他紀錄了這一分這一秒 這個時刻的這個街景 我就是很欣賞你這種概念 你這種對樹枝的概念 我最喜歡 是很久遠的 是啊 所以我告訴你 剛剛出版社已經說 是會有簽書會的啦 掌聲掌聲 什麼時候 這個簽書會呢 我跟你講 關於暴時光的年紀 各從1960年代到1976年代 七五 七五 在我們的明年的2021年 從1月中旬開始的 台北國際書展 在市貓 台北市貓 對 張哲生跟我還有其他的 每位作家 我們都會在十段之內出現 跟大家一起在現場 互動這本書 所以到時候看暴時光 還有我們兩個的粉專 也會分享 其實你喜歡的每個作家 也都會分享 所以我們已經完全爭取到了 再來就是 聽說 聽說 在1月份喔 1月份 可能你的 你的那個照片 太感動了 我們在西門町會找一個地方 在辦簽書會 不只是辦簽書會 可能把這些 16年來的這些照片 展示出來 好棒 所以如果很多有緣人 你真的很希望 這16年被看見 也其實可以跟暴時光聯絡 暴時光很願意去 跟你們合作 有展覽啊 或什麼的 然後有這樣的展覽 就可能 張哲生就會又一不容辭的 又衝到現場 跟大家解說 跟大家分享這些 出版社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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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說可能 在那個書展會有 三天會有 三天每一天都會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呢 我很怕 大家不一定 哪一天會有空 我今天如果選了一天 然後剛好那天 沒空的人 就沒辦法找到我了 所以我說 我非常願意的配合 暴時光 因為我真的想要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 分享照片 等了很久的機會 對 太令人感動了 然後再來呢 剛剛有人在問說 聽說這個書裡面有彩蛋 彩蛋 對 你知道我們的書 來看看你的 我們的書後面 它有老廣告 就是以前的報紙 除了報紙的新聞 還有就是廣告 以前有很多這種老廣告 然後出版社告訴我們 現在在看直播的人 可能才會知道 他告訴我們這老廣告裡面 出現的日期 是我們的生日 作者的生日 像我這上面 這個 我現在才知道 我這本書我也看過 我現在知道 這上面有寫 1961年5月16 對不對 所以你的生日是哪一天 我老花也 59年5月5日 而且那天他不好 標出來是 星期二 喂 我也是星期二 星期二的男孩 下一部電影的名字嗎 沒錯 不錯 那記得找我剛才講 那你什麼星座 我金牛座 我也金牛座 啊對啊 我5月16啊 你5月5號啊 難怪我們這麼念舊 星期要誕生的金牛 金牛座男孩 相認 相認 太妙了 相見恨晚啊 真的是相見恨晚 真的是相見恨晚 太妙了 欸我們這些 其實還有統計過 星座 最多的星座 是哪一個嗎 最多的星座是什麼嗎 這幾本 欸可以統計一下 欸至少我們就兩票 對不對 金牛座先兩票 我喝了這個沒有代言喔 所以我這樣子喝 金牛座要喝紅牛嗎 我為了昨天今天能夠跟張哲生同台啊 我就一直就是有點開心的睡不著覺 我真的都沒睡 沒有就是 你也沒睡 沒有要看你的書啊 因為他們說 因為 因為我跟他們說我希望能夠先看你的書 因為我們都還沒拿到書 我三天前也做這件事 然後他們就寄你的PDF給我 對 我就看了 因為 我也不敢聽你要講 我怎麼可能被 懷舊導演 不要這樣說 我覺得 難怪 難怪你是個導演 就是 怎麼說 就是 就是 那個思維脈絡其實跟一般人不太一樣 那是什麼脈絡 你會從那個跟 一般人在開照照片的不同的一個視角 去切入那個照片 至於是什麼 我覺得 讀者自己看了就會知道 但是 我的意見是正面的 因為 我覺得我收到你那些文字 我有一些啟發 就是對於我之後 我在看一些 可以說嗎 是可以公開告白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說 我才拿的是你的書 對 但是一樣的意思啦 就是說 我們以前 我在看老照片 通常都是以我的思維嘛 比方說 同樣是 對同樣這個 這是思維 可是我現在會想到導演的角度 可能會想這個人 站在什麼角度拍照 OK 對吧 那 當你想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想到 他在拍這個照的時候 那個人 這個攝影者 當時有沒有什麼想法 為什麼會按下 在這個時刻按下 按下快門 因為我覺得一張好的照片 在50年還能被選出來 一定不是那個照片 他只拍攝那個構圖 甚至你可能是從那個照片 看出當時那個攝影者的心 像我現在在拍照 我常常在拍街頭 就現在台北市 紀錄現在的階級 因為我相信30年後 可能可以感動很多人 那我在拍照 我有一個點 是我 我覺得我希望能夠達到 就是 裡面一定要有人 你知道你每次從 架那個鏡頭開始 那個歪歪寫寫 我就知道你大概蹲了多滴 然後你旁邊跟你一起走的人 大概多高 那個多高 可能就會知道那個年齡 然後只剩就會用什麼樣的音量 去跟他們說 這個大概是怎麼樣 然後那個 其實那個他的那個麥克風 已經收得很好了 但是他就是有一種心 很怕你聽不見 你真的有在看 然後你這樣大聲 然後你就會被 完全被張哲生 那樣子的心情 跟他的運鏡所感動 那個我常常會跟演員講 你真的要進入一個角色 要進入感動 就是要看這樣的東西 是這樣活生生的 我說我拍那階級 為什麼裡面一定要有人 因為如果今天沒有人 每個人去拍 用同一個角度 都可以拍到一樣的畫面 通常 讓一張照片變成獨特 獨一無二 裡面只要有一個人存在 因為這個人 即使你明天叫他來同一個地方拍 他都拍不出一模一樣的神態 甚至他的年紀也不一樣 真的是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一張照片 我們現在看很多老照片 裡面感動的不只是 我問你我問你 到底是哪件事 鼓勵你一直這樣做下去 你的粉絲給你的回應嗎 還是什麼 還是你出了小飛俠那本書之後 是我感動自己 幾歲的時候 應該是說 我會被這樣子的行為 會去感動 就是我以前以前就在收集老照片 那當然現在能夠在網路上去分享 那個跟網友的互動 是更多的動力 沒錯 網友只要告訴 有一個人說 我看了我都感動了 我覺得這個 就已經很夠了 足夠我再去做下去 你剛剛講那個爺爺的獎狀的 我覺得特別有感覺 對對對 真的 所以 有時候都沒有人 有回應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 是不是Facebook壞掉 真的 旁邊的那個編輯都在笑 不是 因為他們說 為什麼我們新書貼出來之後 按讚反而那麼少 然後就很說 應該是因為你在上面貼了網尺 所以就不能怎麼樣怎麼樣 對 有時候他可能 他的觸及就把你降低了什麼 所以我們真的很希望 大家的支持跟分享這樣子 然後 我們還有 導演和哲生之後會有合作嗎 有網友在問 問什麼 問我們以後會有合作嗎 我們一起出唱片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你這個造型 可以唱個有名的 我今天一來他就對我造型 就是比較那個 完全知道我在想什麼 這個很懷舊 你知道我以前我在看日本漫畫 他們介紹作者的那個 日本漫畫家 都是戴頂這個帽子 對 那時候手總志從 或是陳子伯俊 都是戴這樣的帽子 然後現在他們說 我在學那個什麼 巴黎那個叫什麼 最近很紅的 Nephalese那個 艾蜜利 艾蜜利 他說我在學艾蜜利 我說沒有 我覺得是手總 對啊 因為我一看就知道 對啊 漫畫之神 手總之神 沒錯 那我們之後會有合作嗎 機會 我覺得什麼事情都有可能 我覺得會有啊 因為哲生 哲生真的是 其實哲生根本是 我們圈的很多導演 都想合作的對象 真的嗎 你覺得天橋上的魔術 是不會看了你的東西 然後那個嗎 其實我們在 一定有 2017年 就已經 跟劇組 對啊 還有像是那個誰 都有啊 他們只是搶的比我先前而已 還有那個 我心底的名字那個 就是現在 昨天晚上 為什麼睡到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五點才睡 就是我在聽張哲生唱歌耶 從葡萄成熟時開始聽 然後還有那些廣東歌 你知道嗎 我覺得最誇張的是 他居然坐在車裡開車的時候 就自己唱啊 OK 然後那蕭瑟的表情 哈哈哈哈 哇 一鏡到底 我覺得 這麼樣的導演 應該找你去拍 當時的愛情萬歲 就是 你乾脆跟楊貴妹一起走到 就是 你才真的 真的一鏡到底之王了 然後 然後你最 到五點的時候 五點的時候 我就那麼醒過來 因為我已經聽到 刻在你我心裡的名字 然後想 我就很想跟廣輝說 廣輝你知道 哲生有唱你這個歌嗎 他們是 他們是拜託你唱的對不對 沒有 你自發性唱啊 我自發性唱 你跟蔡依林一樣嗎 我自發性唱 我唱完我還 送給那個曲偶寧導演看 你是送給曲偶寧 你不是送給劉廣輝 你送給曲偶寧 因為我跟曲偶寧比較熟 因為當時他就跟我談到 他要弄一個什麼 史詩的這個 同志故事 對 他最早的地名是那個 那時候我就聊了很多 如果你有看這部電影 最後面可以看到我的名字 那 那時候我就給曲偶寧 因為我唱我第一個就想給他聽 結果他就跟我想 唱得很有感情 我說 你是真的唱得很有感情 我又嚇一跳 我說我太感動 我說有你這些話 我要繼續唱下去 對 然後 像我最近也有唱 我現在要跟曲偶寧多學一學 他是怎麼樣 就是把你的心收買成這樣 你一來的時候我就跟你說 你這不要 那怎麼樣 我應該多學曲偶寧 曲偶寧 只是說實話而已 這個其實其實不難 你只要說實話 大家就會被你感動 好 那我們要不要回到重點 我們會有合作 我覺得這影片要tag曲偶寧 請他來這邊留言 曲偶寧你要不要買那個 二十本那個 那個一九七二這本書 曲偶寧可以買他的出生年份 曲偶應該 曲偶出生年份 曲偶比我們小對不對 看起來比我們小啦 實際上 他應該是曲偶 你查一下曲偶寧幾歲 他剛才跟你差不多 我記得 快來查一下曲偶寧幾歲 我們tag曲偶寧叫曲偶寧要買 我記得是一九七一 曲偶寧你好 那個剛剛張哲生花了大概五分鐘以上的時間 又再打了一次片 刻在眼睛的名字 是不是你也願意回應一下 買張哲生的這本 買張哲生的這本 我為了 我為了列那兩句 法文吧 那個歌詞 歌詞裡面有法文 那是法文 第一個是我忘記你 然後第二句我愛你那個 喔 然後我還怕唱的不標準 然後 有查到了嗎 1970 真的嗎 1970 對我記得他跟我差一兩歲 知道 不要這樣 曲偶寧導演 一個是唱過你主題曲的1972的張哲生 一個是跟你同年出生的1970 嗯 跟你一樣有才華 我出書了 我們兩個都出書了 這兩個應該是 你自己來表態 你要看你 我們也不要講數字 就請他告訴我們 他要買多少本這樣子 照那個婚禮的數字來說 今天每一次幹嘛 亂tag同業 其實哲生真的是 我們大家都很喜歡的對象 就是 不管我們有沒有公開跟你表示 然後呢 包括你每次分享的 公開示愛 還有你分享的老廣告 老廣告 綜藝節目 你知道廣告 廣告是最 就是廣告是一個 有效期限的東西 時間一到了 他就有新產品 他就過去了 可是卻因為你 讓很多老廣告出來 然後我不知道 報時光是不是也是這樣 我覺得出這套書好像 都是照張哲生邏輯出的 每一本書 你看啊 我們來看1960 好不好 每一本 也有那一年的老廣告 他每一本都有那一年的老廣告 1960 1960的老廣告 對 我一直覺得啊 以前廣告 不是這樣才一格嗎 像哲生分享廣告 比方是30秒嘛 你看他一格 就要刺激他的購買欲 跟消費能力 甚至換取他的感覺 所以 等於是上一個 庚子年的廣告 所以等於是 那個 上一個庚子年 你看我們這也是庚子年 等於上一個庚子年 他一張圖片 他就藉由這一張圖 就希望觸動你的心 甚至因為買的東西 你就可以幸福 一甲子錢 然後 大型車負荷 Buster 欸 剩10%了 電怎麼辦 只剩 沒關係我們還有 待會兒可以休息一下 來第二輪 今天要做到做滿 我覺得今天跟大家一起 首頁啦 這個廣告 不到12點 張先生沒有看到渠道 現在沒有人敢打他給渠道 渠道沒有趕快立刻下單 不下線好不好 好 就算這個大樓關起來 沒關係我們有終極警態的精神 我一定會從這種大樓出去 然後 我說這些老廣告其實現在看 還有另外讓我感動就是說 因為你也是廣告老廣告 我本身我也是廣告人 我廣告圈也待了十幾年 就是說你從這裡面 你可以看到那時候的廣告手法 然後當然專業的人 內行的人可能會去看廣告手法 但是如果你對廣告這些東西 不是那麼內行 就是說你可能 你還是可以看到那個年代流行什麼 你會下廣告 表示這個東西是會賣的 會有人賣的 你這張要出來 還不是做這張的錢 是這一張一登出來 後面有更多錢 是是是 對 所以呢 我們從這裡面可以了解 1960年的時候 什麼東西很夯 對 像我們現在都會有一個排行榜 對 所以這個廣告就是 那個時候 在這個社會 有什麼樣的商品 是引人注目的 而且它就是能夠打動人心 對 就是那個年代 然後你除了看這本之外 光看這些老廣告 也知道它當年打動人心的是什麼 對 然後剛剛還有網友 看1960還有這種照片 對 然後它就是在鞋店 媽媽幫小朋友穿鞋 每本書的後面 它還會有告訴你 這一年有什麼東西誕生 對 都會有寫 我那年還有什麼誕生 李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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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樂假期 也在我們一年開播 對 包國兩節歡樂假期 虎仁大學中美堂也是 然後 我們跟中美堂一起 對 還有南台戲院 南台戲院 還有王子面 你的 你的 我的 欸我跟王子面原來是一起 對啊 我有什麼 我有科學小飛翔 你連綠島機場完成 都是跟你同一個時候 開始台東的綠島航班 我那一年是大概 十大建設開始要跑 對 然後南部橫貫公路通車 對對對 就是因為我出生 所以開始要搞十大建設 這就是我一直沒有在 那個 又說自己跟國父有關 然後又說自己是跟十大建設有關 剛剛有 有網友在問中南部會不會辦簽書會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就是在台北嘛 然後出版社給我們是說 等到疫情如果說有趨緩了之後 會 在 中南部就會有 疫情趨緩 疫情會趨緩嗎 我問一下曲檔 對你先問一下曲檔 今天好像要cue曲檔 好了不要這樣 有多少時間打電話給他 會嗎 他會接嗎 還是不要好了 對啊 對 然後 然後還有什麼 那個什麼 好啦 其實 告訴你 我跟哲生啊 都是非常想去中南部的 所以無論如何 我們一定會想辦法過去 但是如果疫情並沒有退 我們就在每次見面的時候 做好所謂的防疫措施 好不好 你看我們這個書啊 它的設計 有一個點可以講 就是我們現在 如果我們在網路世界看到 會有這樣的封面 對 其實這封面就是拿下來之後 裡面是別有洞天的 會有另外一個東西 它有一些老廣告的東西 會有在上面 而且這個質感其實就很懷舊 不是說這樣比較省錢 你有沒有請我跟你們講 你知道這幾天就是 一直都在下雨嗎 是 所以我們的書就會印得很慢 因為一直都沒有乾 因為要乾 對 然後 你知道張哲生剛剛做什麼 他把我的書整個都拆了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我本來有機會會很興奮 拿到每一本書啊 就是可以一套拿回家 結果今天 對我們今天全部都拿 是散的 散的 不是啊 這個是要讓我們講照片比較容易 就是要等它乾了 然後再把它合起來 然後可以那個 所以待會兒 博克萊買到的還是 所以待會兒 博克萊買到的是 已經是乾的書 就是最新鮮 就會立刻送到他家 對不對 好 那我就放心 風底金句是什麼東西 最重要的是 對剛剛 你看喔 像你1972 這後面有東西耶 1972最感人的句子 這就是我所寫 你要不要念一下 我所寫的東西 你要不要念一下 來來來來台大 去去去去去美國 城市七零年代 台灣校園流傳的 一句順口溜 對 有印象嗎 對對對 這家不習慣 明明不習慣 是太大人 是深雪的搖籃 完了我被你 我跟你合唱 我會自然變成二部 欸我們以前還有那個什麼 有沒有聽過一個什麼 動動腦的廣告 動動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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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以前的廣告真的很多 對對對 欸我有 其實我小時候有唱過廣告耶 我知道我有看你的介紹 你還要主持 我通常是那個詞 天天洗澡 要洗熱水 洗了熱 洗了熱 用了安心 用理想爭安心 很安全喔 那上面是你演的嗎 那聲音就是我 小時候就是彎彎跟人家洗澡的時候 我就是那個配音的 那我都 眼光都看彎彎而已 我也沒有我啊 我是幫那個男生配音 就是那個聲音是我 所以 彎彎在洗澡的時候 你在他前面唱 沒有啦 你少在那邊鬧了 你這 撐頭去到你教一下我啊 欸我怕等一下沒電怎麼辦 沒電我們就第二關啊 我們等一下會換一個手機喔 現在幾點 欸現在10點5分 現在沒有 除非現在 欸張哲生你有什麼好擔心的 有兩個人 你都願意陪他了 不知道在座的人覺得 要不要 要不要我們陪 要不要 要不要我們再下一趴 要不要我們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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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都沒有人說話 蛤 我說要不要有人陪 沒有人留話 再一次 希望張哲生繼續講下去的 有沒有 有 如果希望 我跟李鼎導演 我們再繼續下一趴的話 有嗎 留言一下 按加一吧 對不對 還是要刷一波什麼東西的 我們好像在 在賣東西 我自己在裡面挖什麼坑 啊 結果問完以後 直播人數開始下降 哈哈哈哈哈哈 欸真的耶 直播人數是有下降嗎 還好啦 沒有啦 跟剛剛一樣 我們東西還有沒有彈的 我們東西還有沒有彈的 有啊 還有嗎 你知道要講什麼嗎 我跟你說 我們還有好多東西要彈 你忘記你一進來的時候 你說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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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書沒有先讓我看 我是學印刷的 對啊對啊 我學印刷 你說說 這書 印刷上跟其他什麼不太一樣 我發現他的封面都是 特別色 嗯 什麼叫做特別色 特別色就是我們傳統的印刷 是YMCK四色印刷嘛 Yellow Yellow 黃色 Magenta 洋紅色 你看著鏡頭之後 你看我跟他說啊 我不懂一樣 C cyan 青色 K是black K是black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顏料的三原色 再加上一個黑色 YMCK 然後用它去配色出來 用它 可是有些顏色像是這個螢光色 我來看這一本 1966年的這一本 像這個螢光綠 對 還有李鼎的這個橘色 也帶點光澤 那螢光色 其實每一個都 對幾乎每一本都是 喔天啊 每一本都帶著 那這個其實成本就高了 因為它除了說 基本上那四色幽默之外 它必須要再調這個 特別色的幽默 才有辦法運出這個 你是說它 好比方說這個綠 它先調這個綠 然後它還要把那個光澤也 沒有沒有 這個綠就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種幽默 它沒有辦法從四個原色的 這個YMCK去 去它背出來的 而且你知道 看到這個螢光色會 讓我想到什麼 以前電影院的手繪電影看板 怎麼說 因為以前我們西門町的 那種電影看板 其實都是手繪的 對 大概七八零年代那時候 那個時候的電影看板的 片名的部分 全部都是用螢光色來表示 就是那種螢光局啊 螢光綠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想要那個成為大家注目的焦點 你覺得為什麼會有螢光色出現 這世界上 因為晚上會比較亮一點 因為大家看 可是是怎麼樣先發現到 這個叫螢光色 結果看到它會發光 你知道我有個感覺 我是拍片的時候發現的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喔 你聽聽看 你覺得是真的 因為我們拍片的時候 比方說 我們拍大自然嘛 我後來真的看到 這世界上是有螢光 真的螢光 不是在我穿的衣服上 而是在本來的樹葉啊 或者是花朵啊 反射 在太陽剛出來的時候 然後它透過微樂光光 而且那天 一定是前一天晚上好冷喔 所以那些東西上面 沾了一點點水 然後在太陽來的時候 大家都很想要接近太陽 然後那個植物也很想要太陽 就在這個時候透過了太陽 然後那個東西就突然 本來是綠色的葉子 就會變成這個螢光的葉綠子 我懂我懂 而且就只有在日出的那一點點 它其實就是 原本的顏色後面又有光 從那邊透出來 然後後來我想說 誰就想到這個光 就取名叫螢光 因為我們比方說 有人說這個紅就叫做 行天空紅 這個藍就叫張哲生藍 那個綠就叫做 李鼎綠 到底是誰先想到螢光 然後為什麼又要用螢火蟲 那種一閃一閃很微弱生命的 然後我就想 我剛剛有一個很浪漫的感覺 我覺得這裡面的三十組照片 在這五十年之後 被爆時光跟尖端出版社 還有作家們重新再找到它 可能它當時就已經是沒了 然後現在就像這個書的 封印的光澤一樣 微微的微微的生命力 可是也是一天最早開始出來的那個顏色 因為螢光它可能不足以去供應一些 生命所需要的能源 但是呢 對耶 因為它不像陽光一樣說 我的植物來的陽光照射 但是螢光它卻可以讓這個物體 能夠去散發出它更多的魅力 去更吸引人助力 所以我們一般的光線 可能是給予我們生長的能源 但是我們還需要一些螢光 來讓我們可以讓別人更注意到我們 張哲先生說你學的藝術 他不是學著講的 那你覺得他一開始做這本設計 要用這樣的螢光 他就是這樣想的嗎 我覺得可能不是啦 可能是 那我們這樣說 是不是為了賣書 這樣穿著附會這樣講 不是說為了賣書 而是我覺得很多東西 本來我們在做人 聽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嘛 然後就是說 他可能沒有想到那麼多 但是他會覺得螢光會是吸引人 尤其當他擺在書店的時候 會去吸引人的 只是說我們把吸引人的這一點 我們怎麼樣去讓他更有深度 更有內涵 老實講其實生命根本就是這樣 我真的覺得 不管是你跟我 像我們這些臭拍片 有時候也不知道這個結局該怎麼辦 然後就這樣做 但是都會覺得說 好像是明明之中有安排的 真的 然後觀眾看完 就是選了這個封面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為什麼這個色澤 我也不曉得 我覺得他就是在那個情感的 下意識上面 他就往這邊靠 可是當我們真正聊起這個顏色的時候 其實事情就是要聊的 事情是要被談論的 事情是要面對面的溝通的 然後他就會有他那個溫度跑出來 真的 其實在封面設計 有一個概念 沒聽到嗎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說一下 這個在電影裡面叫做什麼 有種 畫外之音的 有一個術語有沒有 他忍不住了耶 他忍不住自己講出來耶 好好好 好 謝謝 其實是 當時啊就是選用兩個特別色的概念呢 其實他各自代表的是空間跟時間 我們知道過去就是新聞很重要 就是人事時地物嘛 所以那可能生命會流逝 可是時間跟空間就是 基本上它是永恆存在的 是 你說 所以兩個不同的顏色 兩個不同的顏色 代表時間跟空間 時間跟空間 甚至獨立但又互相融合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所有的圖騰其實都是去找 六零跟七年年代可能是窗簾啊 對 或者桌布或是衣服上面的圖案 真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覺得很好看 是因為這個形狀 已經在我們生活裡面 就有五十年或四十幾年 對 或是那十年就有 它已經就是 但是完全就在你的心裡面了 對 然後你再藉由這些圖騰 1972 跟兩種顏色去 不見了 我看看我那本是什麼 我的是窗簾嗎 你的在我這邊啊 你的在我這邊啊 哦 哦 是 我還是常見的 它其實是從日常生活中 從日常生活中 行為的一些元素 可能它只是桌巾 或者是蕾絲包圍的一角 對 你說1962年 是 像1962年 你說1962年 1962年 你這個 你這個 你這樣以前 這個電視機 門可以打開的 對對對 你說它以前怎樣 這個 以前就是 嗯 果然就是在我講 沒多久的時候 電就搞沒了 已經 已經今天是很圓滿耶 對啊對啊 你滿意今天 今天的跟大家的分享嗎 今天是我跟李鼎導演 第一次見面齁 可是說真的就是 一見如故 一見如故真的 而且 我們居然是 都是禮拜二生的 都是金牛座 都是金牛座 還不特別 我們都是禮拜二生的 對 都是禮拜二生的 那剛剛 其實我們就有預告說 我們就講到沒點 對 可是 其實還有一些話想要講一下 嗯 所以我們就透過這一段這個 這段影片齁 我想我們最後 你先說好了 嗯 我是很高興可以跟大家 再透過書的方式 因為以往都是在網路上比較多 嗯 那我也一直覺得這些老照片 如果可以以書的方式 去做紀錄的話 像你現在 他就放到國家圖書館裡面去 因為 我相信國家圖書館存在的時間 會比Facebook還要長 嗯 你看前幾天那個YouTube 當掉的時候 對啊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 尤其是網路上 我都覺得有可能 會忽然就不見 可是如果像今天有這樣的出版品 去把這些珍貴的照片 保存下來 我覺得他是有必要的 沒錯 而且我也 其實很多網友也提到 他現在出到1975啊 對 那後來會不會再出更多的 我認為包時光 應該繼續做下去 對 哇 你要現在看到誰 請問一下 包時光會 哈哈哈哈 你不要這樣鬧他們 尷尬了尷尬了 來來來來 北日最高潮 就是 哈哈哈哈 你看你看 這些講 剛剛 剛剛其實就是我們 我們剛剛是在這樣的一個會議室 然後 我們就開始跟大家直播 然後 有咖啡 有提升飲料 然後 一直在試 所有東西可不可以 然後 這裡是尖端出版社的會議室 然後 跟大家講 有人在討 有人在討 都已經 你看看 所以我們就是 很辛苦努力到最後一刻 很像四行倉庫 那國旗有沒有 有這就是我們的旗 哈哈哈哈 其實 其實我除了要 感謝剛剛在收看直播的朋友 我要更感謝我們報時光這個工作人員 沒錯 他到現在都還陪我們在這邊直播 對啊 都還在加班 我們講的很high 很high 其實 對我 然後 然後 對啊我剛剛已經講完我的感覺了 導演你還沒講 我的感覺是我很 呃 因為這件事認識了你們 認識你 認識大家 因為 像我沒有結婚嗎 你有小孩 然後 我可能只有狗 很多時候到我這個年齡 我會以為會很孤單的 可是 當我閱讀這本書 還有 閱讀了其他作家的人 所回饋的事 嗯 你會覺得 呃 孤單很好 嗯 孤單可以讓你去沈澱想一些事 是 然後呢 你還是有很多的朋友 然後 我 我因為這個事情 認識你們 然後 呃就是我開始很享受 孤獨這件事情 就會覺得挺好的 是 也是因為 有 應該有很多像我這種年齡的 獨居老人吧 也因為 孤獨 孤獨才可以襯托出 我們在其他事物上的 所獲得的這種 文型感 對 而且我覺得 閱讀這件事也是很孤獨的事 因為有的時候你看 是一個人看 不像 你在臉書上上 不過這樣可以去很分享 而且我 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 很久沒有買書了 對啊 那如果你一年只買一套書 齁 那這個 年紀的這一套 絕對是你 可以找到一個孤獨的理由 絕對是 你 就是 如果你只買一套的話 那你一定就是要買這一套 因為我覺得 而且不只你可以看你的家人 你的 就是 你 親朋好友 然後你爸媽什麼 都可以跟你一起 我覺得你也可以先不用買了自己看 你買一本送給那個人看 你看他會跟你講什麼 有的時候 那個 就像以前 我們 剛剛他叫我不要再講缺有年了 希望你自己也要知道 好好好 這樣子 這樣子 好 我們用講了四分鐘了 我們趕快做個ending 好 然後 希望大家待會一開賣的時候 就可以 去點選你最喜歡的一本 或是把一套都買下來 12月18號零點齁 就是開始開賣 然後 我們可以在國際書展碰面 然後也隨時留意 暴時光 還有張哲生跟我的臉書 我們都會把我們跟大家 碰面的時間跟地點 分享給大家 謝謝你們 晚安 掰掰 謝謝 開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